这个世界的宝宝,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 宝宝们涂上爽身份,穿上尿布湿,直接送往下一道工序 容易被逗笑的宝宝,就会分配到普通家庭 不容易被逗笑的宝宝,则被宝宝集团留下 分配到业务岗位,穿西装,戴金表,拿上永宝青春奶,直接上岗工作 像这样的宝宝有无数个,他们的工作职责 就是潜入人类家庭获取特殊情报 这天,男孩在窗户边看到有个穿西装的宝宝 来到了他们家,小家伙走路的姿势十分嚣张 男孩火急火燎地赶下楼,却发现爸妈已将宝宝搂进了怀里 男孩正式升级成为哥哥 这也太突然了吧,男孩一脸蒙圈 往后的日子,爸妈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宝宝身上 男孩逐渐失丑,就连睡前讲故事的时间也被剥夺 爸妈为了照顾宝宝,早已累倒在了沙发上 忽然,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仔细一听 声音竟是从宝宝房里传来的 男孩捏手捏脚地来到房间 推门一看,宝宝居然在和别人打电话 这也太诡异了,男孩立马冲进了房间 没想到事情败露之后,宝宝显得非常淡定 他静止地扭着屁腿来到男孩身边 扯了扯领带,然后撒上几张钞票,让他闭嘴 男孩当然不肯,可这时宝宝却说 一旦泄露了这个秘密出去,就会抢走爸妈对他所有的爱 结果,这句话把男孩吓得失眠了整晚 第二天,男孩自制了一个录音设备,打算收集宝宝的伪装证据 可这时却看到了诧异的一幕 几个宝宝围在一起,开会讨论着作战计划 他们都是宝宝集团的间谍,只为了获取猛狗集团的最新动态 然而这一切被男孩偷偷录音辈分,准备向爸妈揭发 可他还没来得及离开,就被宝宝们发现了 无奈只能赶紧逃跑,宝宝们则驾驶玩具车挡在前面 一把抢走了磁带,气得男孩抓起宝宝就要半打 这时爸妈突然出现,男孩只好停手 而磁带不幸飞出门外,被路过的汽车碾碎 爸妈觉得男孩故意欺负宝宝,罚他关了禁闭 没想到闹了半天,结果竟是乌龙一场 这时宝宝主动来讲和 他拿出两个神奇奶嘴,通过快速捉奶嘴的方式 实现了意识飞跃,把男孩带到了宝宝集团的总部 至此,真相终于解开 原来真的有婴儿从工厂里生产出来的 他们饮用了一种神奇奶水,可以让他们保持婴儿模样 现在市场上的宠物狗,已经占据了人类大部分的宠爱 他们必须潜入猛狗集团,阻止这场灾难 而宝宝之所以来到男孩家 是因为男孩爸妈在猛狗集团上班 能获取到最新的公司动态 宝宝希望男孩可以帮他完成任务 这样他就能早日离开男孩家了 为了能独享爸妈的宠爱,男孩果断答应 而即将举办的员工家庭日 正是潜入猛狗集团的最佳时机 到时候爸妈会带上自家孩子去上班 为此,哥俩好好梳妆打扮了一番 迎接这个开心的日子 到了猛狗集团,趁着爸妈走开 宝宝伪装成宠物狗溜了进去 男孩紧随其后,他们潜入档案室 轻而易举就拿到了机密文件 可这是一个铁笼从天而降 把他们牢牢困在了里面 幕后黑手是猛狗集团的CEO大胖 原来,大胖也曾经是宝宝集团的CEO 只因为长了一颗乳牙 就被公司无情抛弃 为了报复,大胖创办了猛狗集团 专门研发长不大的猛狗 以此来霸占人类的宠爱 大胖让保镖扮成女装保姆 严加看管兄弟俩 自己则带着男孩的爸妈赶往发布会 用火箭将新型宠物狗发往全世界 为了逃脱魔掌 宝宝把自己弄得脸色发绿 等女装保姆一靠近 她就开始狂喷绿色果酱 吓得保姆满屋子乱窜 还趁着保姆跑进厕所呕吐的时候 一把将她锁住 然后溜之大吉 等保姆反应过来 急忙飞车追击 这时宝宝开始呼叫支援 将附近的间谍宝宝全部集合 他们驾驶着玩具车 相继阻挡了保姆的追击 把保姆怼到了一堆泥土上面 虽然两人顺利抵达了机场 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爸妈已经被老板大胖带上飞机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混进了下一班机 好在时间足够充裕 他们赶到之时 发布会刚刚开始 猛狗集团发布了一款 永远长不大的猛虫 让现场的观众为之疯狂 为了抢购猛狗 有人甚至丢下了自己的孩子 也就在这时 大胖发现了男孩的身影 担心事情败露的他 急忙将男孩爸妈塞进箱子 跑往了后台 男孩一路尾随至工厂内部 终于发现了大胖的阴谋 为了阻止火箭发射 哥俩联手打败了老板大胖 将他丢进了神奇奶水池 然后趁机放出了火箭里的所有狗狗 至此 阻止计划完美落幕 随着任务的完成 宝宝集团派出机器人 清除了男孩爸妈的记忆 还搬走了所有和宝宝有关的东西 而宝宝则成为了公司新的CEO 可即便如此 他却感到非常的孤独 还没有在男孩家生活来得快乐 想到这里 他依然辞去了宝宝集团的职务 以普通宝宝的方式 再次降临到了男孩家里 这样一来 他就能享受到家庭的欢乐 因为宝宝已经懂得 只有陪伴在家人身边 才是最好的归宿